人家要玩的就跑掉了 人家要死掉了 我穿幾歲 人家好像等一等七、二、五 像小孩 七、二、五 不然大家都玩了 二、五都沒計 這是早年 其經二十五淑女墓 被口耳相傳的故事 當年有多名少女 坐渡輪翻船溺壁 遺孩就葬在馬路旁 從這個角度一眼望去 可以見到墓碑聳立 女孩們靜默安息 但多年後 許多人都忘了 淑女墓的背後 是血淚記錄台灣少女 早年為了改善家境 卻在風雨中成了25朵 來不及綻放的白玫瑰 其實在民國73年之前 高雄和齊金之間 還沒有過港隧道 兩地交通必須仰賴民營渡輪 發生船難這一天 是民國63年9月3日 清晨6點一如往常 其經中舟渡船頭 早就擠滿了女工 他們因為怕遲到 錯失200元的全勤獎金 所以當交通船一靠岸 全都擠了上去 我們家賓員都跟他們說 祖父母不要坐坐啦 適合啦 祖父母他們說 我們這班坐不到 我們全錢賬金就贏不到 現在那些 那些資訊很受益 他說小姐好心在那裡 不能坐一坐 你們八個客人 坐下班 他的祖父母就沒有照顧了 你都常常去駕駛了 現在塞准的人 起床了 好了 你要四個軟擠 如果要我去駕駛 人滿為患的一艘船 沒有人想到 船夫的一句玩笑話 竟然一語成稱 高中六號是一艘 即將淘汰的老舊木板船 只能搭載20人 當天卻擠進將近70名乘客 這些乘客當中 多數是年輕女孩 因為迄今謀生不易 國中一畢業 就到高雄加工出口區上班 其中國前有四個妹妹 都在這艘船上 最小的才13歲 她就是說 說不需要駕駛 要去駕駛工庫 她根本還沒避免就沒身分證了 6年還沒避免就沒身分證 沒身分證現在 開車廂都有 渡輪在6點50分開出 航行數百公尺之後 船艙內有人高喊進水了 於是一樗慘絕人寰的海難 就此發生 我們的小姐說 三小姐 你快來看那邊 從那裡開始沉下去 過頭 大家都撞到那裡 四顆尾 然後撞到那裡就等在頭上 大家也都等在頭上 我們三小姐也都等在那裡 還有他撞到那裡就有了 那個就是有了 後來高中6號沉默 救難船隻以及潛水員 趕到現場 在海底的船艙中 撈出17具屍體 另外還有多名女子送醫不治 總計這場船難 有25名女子死亡 其中8名未滿14歲 民間習俗裡 未出嫁女性的牌位 不能安置在家中 所以村民將她們同葬 在渡船頭附近的一塊空地上 設置了25淑女墓碑 讓後人平掉 擋千林8年4月 高雄市政府在家屬同意之下 決定將淑女墓 在原地改建為 勞動女性紀念公園 同時將墓園設計成 一朵綻放的蓮花 在柔美當中隱含一分莊嚴 事隔40年 多數人都相信 這些孝順的女孩 早已幻化成仙 守護著美麗的奇景港